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狙击步枪 那么这款狙击步枪是FN生产的PATROL BOARD RIFLE 它名字就是巡逻步枪,巡逻栓动步枪 那么这个镜子是配的SWFA的SS 它的倍数是5到20倍的镜子 那么打远程的话是比较不错的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它的枪管 这个枪管是冷断的 然后前面,这个前面的做工的非常不错 很漂亮的枪口这个前面 然后这个地方它有这个 这里有一些这个槽在这里 减轻了这个枪管的重量 然后这个枪托它是采用的一种特殊的 rubber就是橡胶 而且它这个地方做了防滑的设计 所以这个手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不会打滑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装支撑 可以装支撑架 支撑架可以收到 平常拿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放 然后后面这里可以加了一个电的 可以增刀拖 然后可以放子弹这个里面 可以放点子弹 这里可以挂子弹 然后它这个托的后面有一个 就是比较松了 大家看吧 比较松软 这样子的话可以打的时候 还可以减少这个后座力 那么它的 这款的 这个枪栓 把这个挂枪 它这个枪栓 拿出来的时候是要 把这个地方压进去 就可以弄出来了 它的这个设计 还是 还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它跟 毛色的枪肌 这个枪栓 也渊源很深 是非常类似的 上次以前介绍过 毛色的老师的步枪 它的有三个档 一个是 Safety 就是可以 可以把这个步枪 演示一下 这个档在 在这个的时候 在最边上以后 第一个它不能抠 抠木板机 另外一个 这个地方拔不出来 这样子的携带的时候比较好 因为这个枪栓不会掉出来 枪栓不会掉出来 而且不会走火 这是第一档 第二档在中间这个地方 它放在中间这个地方 中间这个地方 它也是不能扣板机 这个Safety 但是它可以滑动枪 枪栓可以滑动 可以拿出来 怎么样 但是它的Safety 最后一档就是要击发的时候 打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扣动板机 所以它三档 也是跟老师的毛色的枪栓的设计 是几乎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位置是 老的是从右边搬到中间 再搬到左边 那么这个是前面中间后面 它这个位置有点变化 另外一个 这个308的口径 一般就是打远程的话 有几个好处 它的弹道比较平直 所以说在200码以上的距离的话 308的它准度还是不错的 那么打猎也可以 打精准的设计也可以 这个就是这款补枪 然后前面的它这个地方是可以装一个死影 就是装一个枪带 这个地方可以装枪带 后面也可以装枪带 然后前面这个东西可以 可以拿掉的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要想打这个用这个沙带 要用沙带垫的话 这个枪会更稳定 更稳定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就可以把这个bipart的 就是两个支架 两脚支架 拿下来 当然也很容易上上去 就是这个配件 然后这里 这里它的这个标目 它的这个厂家 厂家是FN的Pertrable Rifle 这个管子本身做得非常精致 非常的光滑 看这个FN还是一个不错的 非常不错的厂家 老厂 比如说这个布朗林的这个 High Power 那个手枪也是 主要是这个FN生产 所以它的历史还是比较悠久 这款步枪呢 精准的精准度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它比较短 所以它叫Pertrable Rifle Pertrable就是比较便于携带 然后便于携带 然后便于这个巡逻 巡逻就是很多边境的 边境的巡逻员 他们就喜欢用这款步枪 或者是警察部队 喜欢用这款步枪 然后呢 这个下面呢 可以这个弹小杂 这里可以打开 可以释放 这个地方的按钮 可以释放出来 然后大概可以装 4到4发好像是 我记得好像4发308的 这个步枪弹在这里面 所以你打一翻了 然后就拉出来 然后就再继续连发 再继续 下面都是铝合金的 这个还是很类似于这个毛色的 毛色的设计 今天就要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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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